我想現在你看到警察是經常在現場挑釁示威者 當然示威者也有跟警察在集會時或者人行時 大家有口誤 但作為執法者我覺得他應該專業地執行 不應該是一些男生和示威人士一對眼 我覺得這個情況是很惡劣 你覺不覺得警察是否容易走到這裏 我想他們是自己把個人的情緒和他的公職混淆了 你對示威者怎麼看是你個人的看法 但當你穿起制服的時候 你代表的是公共權力 你怎麼可能把你自己個人情緒和你的公職混在一起 這個就是我經常都說是警察 我們只是要求你做回專業的警察 專業警察就是你不應該把你個人的情緒放在一起 不應該罵示威者是蟑螂 這件事是你個人的情緒 應該防害到你穿起制服執法 你是拿著殺人武器的 如果你這麼容易衝動 這麼多個人情緒的時候 你想想香港市民的生命是多麼危險 那怎麼看2014年雨傘運動的時候呢 那些警察其實都是相對克制的 克制很多 但這次為什麼發現這個情況 大文靖衛幾年之間轉變了這麼多呢 我相信是他們刻意被人灌輸了一種 對示威者的仇恨意識 是這種仇恨意識 你看到很早他們已經把示威者標籤成為蟑螂 然後警察工會的主席 竟然是公開講示威者是蟑螂 保安局到警務處長 是沒有禁止他們做這些事情 是到今天他們仍然是叫示威者做弟者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一個 你環顧在西方的民主國家 有沒有一些警察 是用這種方式去跟示威者辱罵 大家剛才看到 螺眼燈在那裡照 根本上有什麼意義呢 你說 這個是合法 警方批准的集會來的 那你是不是跟示威者挑釁示威者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為什麼那個暴力不止呢 很多人說 那個暴力不止是因為警察暴力不停的時候 香港的社會秩序 是不會再重新建立的 當然最怨的 香港政府 整天都說要止暴 止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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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看政府 口號聲聲 你們在前線採訪那麼久 示威者什麼時候會散去呢 當警察上了衝鋒車走 示威者就散去 就是說警察在那時候 就會觸發部的衝突 你聽一下 現在 你怎麼看香港政府這個運動的速度 和香港政府 用鎮壓的方式是沒有辦法 令到市民回家 因為你一天不處理 612 721 831 第一 這些警察暴力的真相 沒有辦法 公諸於世的時候 市民是不會回家 還有當示威者出現暴力升級的時候 為什麼市民會一直容忍呢 是因為他們看到政府的執法不公 那個憤怒也在 所以是沒有辦法重新建立社會秩序 那這個運動是否要繼續持續下去呢 現在 我相信是會 如果你不獨立調查警察 到今天仍然是八成的人 是要求 這個不是黃絲藍絲 你想想八成 是香港的大部分主流的民意來的 仍然是要求獨立調查警察 如果他不答應這件事的話 是不可能結束的 那為什麼要看中央政府 在這個運動中他們的策略呢 鎮壓 只是一個方法 結果由鎮壓帶來更大的暴力 然後大家暴力一路升級 一路雙升級 那現在你覺得中央政府 他是不是還是持續使用鎮壓這個方式呢 因為早幾天 至少到這一刻是沒有改變的 究竟林鄭月娥是否真的會下台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不停了警暴 其實誰下台都沒有 其實解決不了 你停了警暴之後 還要將犯法的警察 是要進行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調查 然後將他們送上法庭 但是這個裏面有很多疑魂的 你知道裏面有些要說有公安 有武警 聽到普通話 聽到說同志們 我們回復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香港是不能回頭 要回復市民的信心 一定是要將真相公安 無論你做過什麼 你都要有之外人 你都要面對你們自己做過 那你怎樣看金融視播 你怎麼說林鄭月娥 明年三月份才下台換人 我覺得他下不下台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政策 如果鎮壓的政策 一直都是持續的話 誰上去都是一樣的 是沒有分別的 這只是看到 在二十國峰會之後 一路以來警察的暴力一路升級 是不斷升級 濫暴 在現場裡面大家看到 星期天 攻擊清真寺那些拍出來的騙地 是完全 彌敦道是沒有示威者 站在清真寺門口的人 是保護清真寺的群眾 是市民 你要記住 水炮車的指引 曾經在立法會那裡公開交代過的 是當民眾 是威脅到社會秩序 公共秩序 不肯散去的時候 才用水炮車而已 大家看到當天 站在前面的 武漢 譚文豪 和容樂會姓張的總幹線 他們全部都是在聊天 有沒有人叫口號 一個都沒有 而他居然這樣近距離水炮車 是很近距離去射他們 那為什麼呢 其中我認識一個人是射在口裡 是啊 那些催淚水是射在口裡 聲音都變了 那怎麼看這場運動 持續了這麼長的時間 是因為警察暴力不停的 那為什麼香港政府 會容忍這個運動繼續下去 因為香港政府 沒有一個自主性去調查警察 那是不是香港政府 所有的事情都經過中央政府 很明顯這個就是一國兩制的真相 我相信如果林鄭月娥有轉堆的權力 去處理香港事務的話 香港是不會搞得不好的 如果持續下去 你覺得對中共政府 對習近平的陣告有什麼影響 這個影響是很長遠的 恢復社會秩序是很短期的 但是管治是長期的 如果你的政府沒有了市民的信任 你在街頭執勤的警察 是沒有香港人的信任的時候 我想問 這個社會 隨時都會有再 新一輪的衝突發生 不是現在 可能是一年 可能是兩年 可能是三年之後 任何關心香港的人 其實都要思考 是管治的 香港 日本 我想他們都不知自己在做什麼 他又覺得不想直接面對香港人 所以由警察去處理 由警察去執行鎮壓的任務 但因為警察本身 他們長久以來都是香港的社區警察 當他們執行武警的鎮壓任務 市民的落差很大 為什麼街坊會這樣站出來和警察衝突 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來 過去幾十年 由1972年開始 廉政公署成立之後 對警察的印象是完全180度的改變 在社區裏面騷擾居民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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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這不是我們過去認識的香港警察那種做事的方式 當他們將個人的情緒 政治信念帶進去執行職務的時候 市民就很危險 現在的局面是所有人都是輸家 香港人已經忍受了這個痛苦四個多月 這個輸家包括中國政府呢 都是 你看到國際上 你看到習近平 在國際上都是被視為是一個重大的挫敗 我想它有兩個訊息 就是第一 表示美國對香港的支持 第二 其實它也是呼籲 香港人應該是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去爭取的 我想這個訊息是相當清楚的 所以亦都是表現出究竟 現在所釋出的所謂林鄭樂和羅倫敦 是不是因為希望 美國在參議院審議香港人權及民主法的時候 去釋出一個比較和喚的信息 而從而有利中共遊說美國 在參議院裏面 不要把它擺上去參議院的議程 審議